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除了如果是万一我和张先生又有哪一个人出了问题的话 可能就会断一下 对我们尽量保证我们自己的安全好健康 所以呢上周其实上上周我们讲到了 这个毛泽东打倒刘少奇 他是有一个脉络 或者是说有一个时间线的 那么呢今天呢我们要请张先生呢 来跟大家讲一讲 那么作为林彪毛泽东是什么时候准备 要打倒他 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对 我们知道中共党内有所谓的 就是改革开放之前呢 十次路线斗争 第九次路线斗争九大 就决定打倒了刘少奇 那么到十大就打倒了林彪 但是九大呢恰恰是毛泽东跟林彪 合作的一个最密切 一个最紧密的一个高潮 那么毛泽东什么时候决定打倒林彪呢 一般在外界看来都是 因为刘少奇威胁到毛泽东的地位 所以毛泽东把他打倒了 要打倒刘少奇呢 所以把林彪给搬了出来 对 毛泽东说的嘛 他跟叶群说的嘛 我要请军队这尊神 要请林副主席这尊神 那毛泽东什么时候决定打倒林彪的呢 就是他什么时候觉得林彪威胁到他了 对 所以按照这个中共党史的证实里面讲 就是毛泽东在这个文化大革命当中 发现了林彪篡党夺权的阴谋 所以呢 就把他打倒了 而林彪也发现自己 串党夺权的阴谋暴露了 所以呢就猖狂出逃 在温度尔罕坠机 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其实这里面有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史料 就是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 这封信是在中国党史的资料里面 相当的著名 为什么这封信会公之于众呢 就是打倒林彪之后 毛泽东必须要告诉全国人民 告诉全党 他为什么 他什么时候发现林彪篡党夺权的 就是你要证明你的这个 正当性 英明 因为当时林彪事件出来之后 你知道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 在内代人的心目当中 特别是在红卫兵的心目当中 造成了多大的冲击 中国人对文革彻底的绝望 就是从林彪事件开始 你不是最正确 最伟大 最光荣的吗 你不是亲密的战友吗 你不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吗 不是毛泽东亲自选的接班人吗 为什么会篡党夺权呢 好 那毛泽东必须告诉大家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 所以这封信 有个交代 对 这封信就要证明他早知道了 这封信就被称之为 毛泽东写给江青的一封信 这封信里边一开始 我们再给大家读两段 让大家看看毛泽东写信的风格 这个我读完 其实说实在的 我一句也没听懂 对 他说江青 6月29号的信收到了 你还是照魏晨二同志的意见 在那里住一会儿好 魏晨就是魏文博 跟陈匹显 这两个人当时是 华东以及上海的最高领导人 所以可见江青当时是在上海 正在休息 毛泽东说你还是在住那里 毛泽东后面说 他说我本月两次接见外宾 见后行止在告诉你 自从6月15号离开武林之后 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 西方的一个山洞里 武林是什么 听说过这个地方吗 武林 武侠小说里听过 武林外传听过 对对对 所以毛泽东给江青写的一个特点就是 他可能是为了保密的需要 或者是为了保持神秘感的需要 他都没有讲真实的地名 武林哪里呢 杭州 毛泽东是经常住几个地方的 杭州是毛泽东住的地方 杭州好像叫刘庄吧 我没记错的话 我还去过那个地方 离开武林之后 在西方的一个山洞住了十几天 西方的山洞在哪里 在哪里 在韶山 湖南的韶山 有个叫低水洞的地方 那里给毛泽东修了一个行宫 所以他说住了十几天之后 然后消息不太灵通 28号来到了白云黄鹤的地方 武汉 对 这个大家都很常说的黄鹤楼 所以毛泽东就说 现在看材料 天下大乱 达到大志 这个牛鬼射身 自己跳出来 好 后面这一段很重要 他说 我的朋友的讲话 中央吹着发 我准备同意发下去 他是专门讲 这个政变的问题 这个问题 就像他这样讲法 过去还是没有过的 他的一些提法 令我觉得不安 谁讲过政变的讲话呢 林彪 林彪 好 根据这个邱惠作的回忆录里边 他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展开的时候 文化大革命的标志是什么 1966年的5月16号 中共中央发了一个叫516通知 对 一般的这个证实 就是以这个通知为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有些也把他把这个信号 把他描述为毛泽东的我的一张大字报 对 反正这两个都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文件 对 1966年5月16号 如果是516通知出来之后 那大概前后这个时间 林彪在这个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有个讲话 讲什么呢 就讲这个历史上政变的问题 就是要防止政变 那毛泽东这个说法 他这个说法令我有点觉得不安 我历来不相信 我那几本小书就是毛泽东语录 有这么大的神通 经他一吹 全党全国都吹了起来了 好 你看这里面 毛泽东第一次对林彪的所谓政变讲话 觉得有点疑虑 你为什么总讲政变呢 对 你是不是对政变很有这个 兴趣 心得呢 对不对 兴趣和心得 根据邱惠作的回忆录 在这个左右的时间里边 他参加了一个叫首都工作小组 什么叫首都工作小组呢 就会说还不是这个首都工作小组里面的核心成员 他只是这个首都工作小组下边一个负责后勤的一个小组的成员 这个首都工作小组是由周恩来领导的 他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干什么呢 防止政变 那是不是说这政变不是林彪在这个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 确实当时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这些人很担心政变 所以我们如果回看文革的一些打倒贺龙啊 打倒彭真啊 这些人的相关的过程的时候 都会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贺龙当时掌管的是中国的体育委员会 体委 就现在大概是体育总局 体育总局 而贺龙在掌管这个体委的过程当中 给这个运动员发过枪 那如果你现在来看当时中共整个架构 你会觉得很正常 因为当时有民兵嘛 对不对 有工人民兵 在农村还有什么公社的民兵营 还有什么大堆的民兵连子 那给这个运动员发枪 或许是给这个运动系统里边的民兵发枪 但是这个发枪的行为就被称之为政变的准备 所以当时关于这个政变 毛泽东是非常紧张的 那这就不是林彪想做政变了 对啊 对不对 还有毛泽东似乎对林彪鼓吹 他那几本毛主席语录很不满意 那他里边还讲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些 一些历史的一些故事 也讲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想法 总之呢 这封信我们总结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几点 第一 毛泽东给将军交底 这个交底就是我是怎么想的 那我怎么想的呢 我对林彪有疑虑了 我们注意这个时间点 这封信是1966年的6月写的 7月8号写的 7月8号 66年7月8号 1966年的516通知决定了文革 1966年7月8号 毛泽东就给江青写的信当中 表达了自己对林彪的怀疑和不满 那也就是他相当于在打倒刘少奇的同时 已经对 已经决定要打倒林彪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就是林彪当时就是毛泽东手上 必须要利用可以利用的一个工具 他看准了林彪这个人有那种封建社会文化 所遗留下来的对主公的这种忠诚 所以要利用他利用军队来打倒刘少奇 但是从打倒刘少奇那一天开始 他就已经开始给林彪在挖坟墓了 什么时候把林彪埋进去 他在找司机 所以毛泽东给江青写这封信 可以让我们看到了第一点 就是毛泽东已经给林彪准备好他的后事 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很寒心 是非常的寒心 因为他是在利用林彪 然后来打倒刘少奇 你可以利用林彪 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 我们看到人与人之间经常会利用和被利用 但是当你利用一个人的时候 你已经准备把他置之于死地了 这就是政治都整个残酷 对不对 我们至少看到这一点 第二点 毛泽东跟江青之间是心灵相动的 而不是现在中国共产党党史里面所说的 毛泽东早就知道江青有野心 早就知道江青是一个有问题的人 没有 毛泽东能够交心的 你现在看到就是江青 我记得您曾经说过 江青是一个非常非常能够理解他的人 最懂毛泽东的人 最懂毛泽东思想的人 也最会模仿毛泽东的笔记的人 江青写的毛泽东的笔记是非常像的 江青的知识文化层次并不高 是不是 天资聪明 这个你必须承认 江青有很多很多的毛病 但是江青的天资很聪明 好 那如果我们知道了 毛泽东给江青的问信这两点 第一 毛泽东早就在打倒刘少奇的同事 几乎同事 就已经决定要给林彪准备后事 为什么呢 他的接班人的位置不能够传给林彪 对不对 对当然 如果你传给林彪的话 你又不会过他准备后事了嘛 所以把后来在1970年这个九大的时候 把林彪写进党章里边 把他 清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就是这个烟雾蛋 那这个不 就是他也不在乎别人觉得他出尔反尔这种 我给你准备好罪名 不是我出尔反尔 对我扣个帽子给你 是你有罪 所以我把你打倒了 所以这封信 这封信是有争议的 就是说到底有没有这封信 是后来林彪出事之后 毛泽东为了证明自己 早就英明的看到了林彪的问题 而编造出来的 还是说当时就有这封信 那从这些人的回忆录里边 我们看到确实有这封信 有的 因为很奇怪的是 大概在1969年的时候 毛泽东让江青把这封信给了叶群看 就是给了林彪的夫人叶群看 而这封信在之前 毛泽东给过几个人看 当中有王任重 周恩来这些人 那就是周恩来 王任重这些人 先看到了这封信 他们知道了毛泽东对林彪的不满 那是不是毛泽东又给下一批 他可以倚重打倒林彪的力量 透了个信号 这就是为什么周恩来 在整个林彪事件当中 我们看到很多史料 周恩来表现得非常志向矛盾 有些人回忆说 周恩来当时知道林彪 在温多尔汉坠机之后 非常开心 有些人在回忆录里边说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 嚎啕大哭 那到底哪个是真的 哪个是假的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都是真的 是周恩来在两种不同的人面前 表现出来的两种的状态 这个表面的现象 嚎啕大哭 我觉得更加接近是真的 因为一个人 你要非常虚假的 很开心 这个很容易的 对 你要嚎啕大哭 除非你是特级演员 那所以 这就是说周恩来这些人 包括王任重 早就知道了 但是毛泽东为什么要把这封信给夜群看 为什么 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放一放 我们再看毛泽东 在打倒林彪的过程当中 他的手腕是什么 打倒刘少奇之后 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 但是后来突然 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九次代表大会 基本上给文革做了一个总结 或者一个小结 虽然毛泽东口头上说 文化大革命还要继续搞下去 什么七八年再来一次等等 但是九大之后的中国 跟这个1968年的中国 是有明显的差别的 因为1968年的时候 什么大道尔干部 纠斗牛鬼蛇神 包括红卫兵造反 造反派抢枪 这整个社会是大乱的 但是九大之后 整个中国平静下来了 武斗 抢枪 纠斗老干部 这些事情就没有再大规模的发生 为什么呢 为什么 这里面跟一件事 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就是武汉720事件 小朋友没有听说过武汉720事件 没有 我就是小朋友 好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大家都没听说过武汉720事件 这是不是不在历史当中 在 但是它的严重性 我想 在大家读这段历史的时候 大家并不会看到的严重性 我简单的说 我所谓的武汉720事件 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 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后 唯一的一次几乎发生武装叛乱的一个危机 几乎发生 720事件简单说怎么回事呢 就是当时全国都在搞这个武斗 搞文革 那武汉呢就出现了两派 一派呢叫百万雄狮 百万雄狮这个词 如果你了解毛泽东事实的话 你会知道毛泽东事实里面 中山风雨起床 百万雄狮过大疆 那所以这个百万雄狮就是很明显 它带有这个军队的系统 百万雄狮呢是当地一个所谓的群众组织 这个组织里面有大量的现役的军人 他们是支持武汉军区的 就是当时文革时候分召唤派保皇派 那如果你从这个来分呢 这本来是保皇派 就是他们是保现在的政权掌握 这个权力掌握者 当时武汉军区的司令员是谁呢 陈寨道 政委是谁呢 中汉华 陈寨道是一个有个特殊的身份 四方面军 我们过去讲过嘛 一方面军四方面军是曾经发生过严重的对立 四方面军的代表人物是张国陶 四方面军到中国建立之后 在中国合力权这个核心里边 最高位置就徐向前嘛 四大元帅之一 所以这个陈寨道他是四方面军的人 那你可以从当时的这个军区的分布可以看 武汉军区是被几个军区包围着 南面广州军区 东面南京军区 北面是北京军区 西面成都军区 他是一个被包围在中间的一个这样一个军区 但是你再怎么说 他依然是一个大军区级的这样一个军事机构 他有他的部队 好 武汉军区的司令员陈寨道 是被百万雄师这个群众组织所支持的 所以他当然也是会支持这个群众组织 另外一派造反派叫三纲 什么钢铁造反队 什么钢铁革命队 这帮人就是造反派 他们是反陈寨道的 所以这两个群众组织在当地发生了很严重的冲突 那陈寨道作为武汉军区的代表 就站在了百万雄师这一边 这在毛泽东看来是不对的 你要支持造反派 不应该支持保皇派 你看当时你作为中国的高级将领 高级官员 你会非常痛苦 你是反对我的 我必须要支持你 然后你是支持我的 我必须要打压你 这个陈寨道是绝对不容易做的 所以这个事情陈寨道就跟中央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冲突到什么程度呢 毛泽东发了话说你要支持造反派 你支持造反派的话 造反派也会支持你 因为这些所谓的造反派组织 都是被中央文革 就是被江青他们所影响 甚至是控制的 对 陈寨道想不通 那这是人之常情嘛 所以为这个事情陈寨道跟周恩来当面派桌子 在武汉跟周恩来当面派桌子 从来说你根据毛主席指示 你必须什么什么什么 陈寨道就 有本事你去讲 抵触的情绪非常强烈 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两件巧合的事情 一件就是毛泽东到了武汉 住在东湖宾馆的梅岭一号 这是毛泽东去武汉经常住的地方 也就是我们之前说江青显得风 他给江青显得风信的时候 他不是住到武汉吗 白云黄河的地方吗 就是住在东湖宾馆的梅岭一号 这是毛泽东专门的一个行工 周恩来就在北京跟武汉之间来来回回 试图说服陈寨道要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座 陈寨道很抵触 这个时候另外有一帮人就到了武汉 这帮人一个叫王力 一个叫谢富志 王力是中央文革的成员 谢富志是在文革当中是站在中央文革一边 谢富志也是军人出身 王力是路过武汉去跟毛泽东打个招呼 那毛泽东说你去街上看看大字报 那王力当然知道毛泽东是支持这个三纲三四这帮造反派 所以呢王力就在公开场合就把毛泽东这个意思讲了出来 那你知道这个造反派一旦他们知道毛泽东是支持他们的 那底气就不一样了 那当然 而另外一方面的这个百万雄师 他们的愤怒也就也不一样了 就是说因为他们不知道王力所说的是真是假 陈寨道明知道毛泽东说你要支持造反派 陈寨道都这么抵触 陈寨道这种情绪一定会影响这帮人 那所以呢总之最后就发生了 王力住在这个也住在东湖宾馆 住在百花三号 周恩来住在百花一号 然后呢这帮人就冲进了百花三号 百花三号跟这个梅岭一号的距离非常近 那根据有些回忆录里面 这个不是在自己们回忆录里面讲 有些回忆录里面说 这些冲进百花三号去跟王力去论理的这个百万雄师这些人 他们冲进去的时候就有人说了一句话 那个胖子在哪里 这个信息就迅速传到了毛泽东 以及汪东兴的这个耳朵里面 那当时他们就立即胖着 再看看伟大领袖好胖啊 他们当时产生一个就疑问 这帮人是不是冲着毛泽东来的 其实这帮人知不知道毛泽东住在梅岭一号呢 根据当时这个汪东兴他们的判断 陈寨道知道 这帮人可能会知道 所以当时就必须要有一个紧急的措施 就是要把毛泽东从这个梅岭一号转移出来 要赶快离开这里 邱惠作在他的回忆录里面就很详细的描述了这一段 因为毛泽东在这个梅岭一号出现险情之后 马上就报到了北京 然后江青就哭哭啼啼的跑去找周恩来说 一定要把毛泽东救出来 怎么救呢 周恩来当时要做一件事情 他要从北京调卫戍部队 准备去把毛泽东保护出来 那必须有一个人到武汉去给毛泽东送封信 这封信的目的是什么呢 要说服毛泽东离开武汉 林彪就选中了邱惠作 邱惠作我们之前讲过了 当时被招牌派打了个半死 正在恢复的时候 林彪就跟他说 他说考虑有一个信得过的人 去见毛泽东 建议毛泽东马上离开武汉 这个人呢 可能是黄永胜 可能是胡法宪 可能是李作鹏 可能是就会做 其实李作鹏这个时候已经在武汉 他本来就跟随毛泽东这个行程 那他说黄永胜呢 在武汉太多人认识了 因为黄永胜是广州军区司令 本来武汉中南军区的时候 是属于广州是属于中南军区管的 所以他说黄永胜太多人认识了 就跟邱惠作说你去 胡法宪要负责吊飞机 所以呢 邱惠作就做了个专机 飞到了武汉 他说他飞到武汉之后 在机场在等候指示的时候 其实他的一辆军用机普车 这个军用机普车 不有帆布盖着的吗 他上面布满了弹孔 当时武斗很厉害 当时四川的武斗动用了坦克 动用了高车炮 所以他可见当时有多么紧张 最后他就见到了毛泽东 把江青给毛泽东的信 把林彪的意见转达给毛泽东 毛泽东就说我太累了 你先回去我休息一下我考虑一下 然后他说他回到驻地没多久呢 就黄东青又来找他 就说毛泽东要见你 然后毛泽东见到他说 给他讲了几点 他说第一我准备离开武汉 当时毛泽东已经被从这个 梅岭一号接到一个 武汉有个地方叫王家敦机场 王家敦机场其实是个军用机场 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军 就是唯一的一个空降军所在地 我当记者的时候 我去那里采访过 毛泽东的专机停在了王家敦机场 这是个军用机场 而毛泽东当时就告诉邱惠座 他说你回去告诉林副主席 他说文化大兵是个好事情 让坏人自己跳出来 这坏人是谁 毛泽东没说 然后毛泽东最后讲到 他说 不是一切造反派都是好人 这句话对邱惠座就震撼很大了 因为他们是造反派对立面 他们被造反派打了个半死 毛泽东说不是一切造反派都是好人 然后毛泽东就做专机 就飞到了上海 就躲到了上海去了 邱惠座也跟周恩来 他们就回到了北京 我们刚讲 720事件当中最主要的始作俑者就是王立 因为王立在公开场合讲了一些话 激怒了百万雄狮 毛泽东离开之后 王立也回到了北京 受到了盛大的欢迎 英雄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王立是被绑架了 被绑架之后 后来被武汉空军给抢了回来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 武汉军区就分成了两部分 一部分是武汉军区员员的存在到中汉华 司令跟政委 但是我们刚讲了 第15军是空降兵 这属于空军系统 武汉空军当时的政委叫刘峰 这也是所谓的林彪事件爆发之后林彪的始党 刘峰从武汉空军的政委 一跃成为了武汉军区的司令员 掌管了整个武汉军区 所以这个事情 就是在这些人涌进百花山号 去抓王立的时候 当时涌进去的人里边 有现役军人 而武汉当时720那天 有十万群众游行 十万群众游行 当时这个虚的数字 有没有这么多人不知道 问题是在这个游行队伍当中 有大量的核枪实战的军人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发生了偶发事件的话 那么是不是整个武汉军区的军队 就开始动起来了 而邱惠座从北京去武汉的时候 林彪明确告诉他 第十五军以及独立地二十五师 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 那就是武汉军区的这些军人 一旦有动作的话 十五军独立地二十五师 就会去镇压 那这是一个大规模的武装叛乱 是啊 当然 所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 唯一最危险的一次 还好十万人的大游行 虽然有很多军人合枪实弹 没有开枪 而毛泽东也顺利地从武汉 到了上海 但是这个事情 给毛泽东一个很大的警醒 就是如果再让这些造反派 这样下去的话 一旦军队里面发生内乱的话 发生武装暴动的话 那么正确就岌岌可危了 记不记得我们讲 林彪跟江青 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冲突 连杀鸡都给掀翻了 林彪认为军队是不能乱的 而江青跟毛泽东认为 不乱的话 我如何掌握军队呢 不乱的话就是你林彪掌握军队 所以你看到了这个 打倒刘少奇之后 林彪成为二号人物的时候 整个到林彪出逃这个过程 江青都在做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夺军权 对 收买林彪身边的人 这个动作 这四大金刚的回忆录里面都有提到 江青警告就突然就说 那个穆斯林来 来跟你聊聊天 聊什么呢 我多伟大 我跟毛泽东多密切 然后呢 那个周恩来多坏 一个个点名 就是想把军队这些人抓到自己手上 所以林彪的表面理由 军队不能乱 乱了国防就垮了 但是实际的理由呢是 毛泽东可以指挥军队 江青不行 所以毛泽东也看到了林彪所说的军队不能乱 他也没有反驳的理由 所以文革这个时候就开始走向了稳定 就开始这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 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 开始发各种文件 禁止武斗啊 不能够这个人身伤害啊 这种类似这种内部的文件就开始往下发 那整个全国的局势就平静下来了 好 所以720事件为什么一定要讲呢 就是他令到毛泽东被迫的让文革这个热潮 开始往下降 那接下来就发生很多事情了 比如说那文革不做了 最起码不像以前那样搞了 没有大串联了 这些红卫兵怎么办 上山下降 接受贫下中东再教育 把用过的红卫兵扔到农村里面 让农民去管住他们 你们都是城市的孩子 你们身上都有资产阶级生活的这种习性 要到农村里面去 这个知青这个话题 是个非常大的话题 以后我们有机会的话 大家有兴趣 我们可以讲这个话题 好 那既然文革不能再向过去搞 军队也不能乱 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重新要整理党的领导机构 刘少奇被打倒了 陶柱被打倒了 这两个人都是中央政治局常委 那还有很多政治局委员被打倒了 包括邓小平啊什么 那整个中国最高权力机构 叫做中央文革小组 这是一个不伦不利的一个东西 那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个 中共中央的领导机构 要把它重新规范起来 政治局要重新 选新人进来 好 九大就召开了 当然九大召开之前是 他们一般都是这样吧 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后 然后有九届一中全会 对二中三中四中 一中是干什么呢 选政治局以及政治局常委 当然在这个之前呢 八届几中全会我忘了 所以就八大之后的最后一次常委会 中央常委会干什么呢 出决议打倒刘少奇 给刘少奇定个调子 叫叛徒公贼 还有什么 叛徒公贼刘少奇 反正永远开出党 开完了 旧的已经去了 新的就要来了 好 这个九大筹备过程 林彪集团跟江青集团 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这个冲突在哪里呢 其实有两点 第一点 九大要 要一个 有个流程 就是有一个中央主要的负责人 要做政治报告 那毛泽东觉得这个 林彪做政治报告 那还要做一个修改党章的报告 好 这个政治报告起草 跟党章起草过程当中呢 林彪跟江青 这两个集团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冲突第一点是什么呢 毛泽东开始是指定了陈伯达来起草 这个政治报告 陈伯达是毛泽东的秘书出身嘛 我们过去讲过 文笔很好 陈伯达跟林彪这两个人 在这一点上 两个人开始走到了一起 他们两个都很一致 就是说九大报告题目是什么呢 就为把我国建成 好像什么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 而奋斗 这什么意思呢 文革乱完了 发展经济 对 我们又开始要建设经济 这是林彪的一个很突出的想法 林彪在 在这个被打倒之后 那时候我们小时候 在我想大概在 小学吧 小学初中小学 但是对林彪的批判 我们印象最深的以后 林彪会在自己的房间挂一个横额 克己福利 克己福利是孔夫子说的 什么叫克己福利 就是孔夫子认为 这个周朝的这个礼仪是最好的 所以那个时候的社会很平和 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变成这个七国之乱呢 变成战国时代呢 就是你们把过去周朝的这种精神文化传统给忘了 所以克己福利 林彪写克己福利 也就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文革这么乱呢 就是我们把过去的一些最基本的人性 最基本的道德价值给放弃了 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国家应该走向正常 这是林彪很突出的想法 而陈伯达跟他想法是一致的 其实除了毛泽东跟江青 大家想法都一致 对 这个国家当然要建设嘛 要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 从这个正常的国家 就双方发生了冲突 陈伯达写这个政治报告呢 江青 张春桥 姚文元 康生 就激烈反对 因为你没有再讲要继续搞文化大革命啊 这就把毛泽东的最主要的思想给放弃了 所以为什么说江青最能够理解毛泽东 江青很清楚军权还没夺到的时候 文革是不能结束的 那因此呢就双方发生了冲突 毛泽东就站在了江青的一边 痛骂这个陈伯达 最后九大政治报告 起草这个工作就落到了张春桥的身上 林彪对此非常不满 所以张春桥把这个政治报告起草完之后 当然这个轴心就变了 就变成了继续搞文化大革命了 对 林彪第一不看 因为政治报告是林彪做的嘛 那你写完之后要给林彪看 副统帅有什么要修改地方 林彪画个圈不看 就是意思我知道了 第二呢 张春桥说那你做九大政治报告 后面你要署名林彪啊 请你签名 不签 不是我写的 对啊 后来张春桥是在 毛泽东选集里边 有林彪的一个 应该是前沿的还是什么 有个签名 他把它描出来 放到这个九大政治报告上 因为你每个代表都有这个报告啊 你要看底下 哎 怎么没人签名 林彪在做这个报告的过程当中 可以说是结结巴巴 错漏百出 嗯 这对一个副统帅的形象是不利的 然后秋会座就问这个 秋会座他回里面问林彪说你 当天为什么这样 因为林彪这个人一向在公众 这个大会上讲话 一讲讲三四个小时 两三个小时 从来没有搞 他只是拉一个提纲 他就可以讲两三个小时 并且非常流畅 逻辑严谨 就会说那你那天为什么这样 你们说我故意的 这个报告我不同意吗 嗯 你 你写的跟我想讲的不一样 所以我不看 我就故意念的磕磕磕磕 就让九大的代表看到了我这种不满意 那九大代表看到了 九大代表毛泽东 江青看到了吗 当然了 当然也看到了嘛 所以其实你只能说这个时候 林彪跟毛泽东的矛盾就已经开始浮上台面了 对 但是毛泽东早就想达到他了 这是一个逻辑关系 是 好 接下来呢 这第二个冲突是什么呢 九大要选政治局委员 嗯 这个选政治局委员的过程当中 非常有意思就是江青要到哪里 对 江青的位置是在哪里 对 好 那么 邱会作的回忆录 还有这个吴法宪的回忆录 里边都讲到了 当时毛泽东组了一个三人小组 这三人小组呢 就拟定一个政治局委员 政治局常委的名单 嗯 政治局常委有多重要 我想 今天的年轻人都也很知道了 对不对 天天我们在讲 年底要开二十大 对不对 谁能进政治局呢 对 历来都是中国共产党最高权力 结构当中最敏感的一个事情 嗯 毛泽东当时指定了一个三人小组 康生 康生本来就是 中国共产党的情报系统的最高负责人 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组织方面的 资深的一个负责人 周恩来 如果说周恩来在这两点上跟康生是一样的 我想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情报系统的建立者 对 黄永胜 黄永胜是广州军区司令 当时刚刚升上去当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黄永胜为什么会进入这个三人小组呢 对啊 黄永胜当时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 他却成为一个拟定政治局委员以及常委名单的人 对啊 这是为什么 好 那你可以理解为毛泽东对黄永胜的信任 也可以理解成毛泽东想利用黄永胜 作为下一代军队接班人 从而取代林彪 因为之前我们讲过嘛 黄永胜是井冈山的时候就跟着毛泽东了 黄永胜跟毛泽东的这个特殊的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以后我们讲到这个人的时候我们会讲到的 然后黄永胜参加了这个小组之后呢 邱会作给他有一个对话 邱会作说我听说外面谣传说你准备当政治局常委 黄永胜说是 提过 但是我拒绝了 邱会作跟黄永胜两个人是非常好的朋友啊 所以邱会作就就他说当时有点恼火 他说你为什么要拒绝 因为你知道进入政治局常委这是最高的权力核心 很多事情就好办了 黄永胜说以我这个资历 我当了这个常委 很多人会不服我 但只是一个表面的理由 黄永胜没有给邱会作完全讲真话 那实际的理由是什么 后面他们才知道 黄永胜当这个三人小组之一啊 毛泽东有个非常巧妙的一个计设在里面 为什么呢 江青找到黄永胜 说我准备推荐你当政治局常委 你是不是很奇怪 江青自己那个时候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 你凭什么推荐黄永胜当政治局常委呢 那个时候是不是大家都已经是这个认知为 就算江青没有什么党内的职务 但是他是毛泽东身边的人 这四位大将就是没有认知到这一点 之前我们讲过嘛 黄永胜公开说 是看不起这个女人 对 他是毛泽东的老婆 我还是兵呢 对 我还是毛泽东的兵呢 他们觉得我是毛泽东的兵 我跟他出生入死的 你跟他吃饭睡觉而已啊 这两种这个关系不能够相提并论 黄永胜恰恰错就错在吃饭睡觉 比出生入死更加重要 他们就没有认知到这一点 你要知道他们那代人对女性的那种蔑视 当然 是与生俱来的 因为他们生活在那个年代嘛 对 黄永胜说不 我不当 黄永胜这个时候非常聪明 他知道 你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 你为什么能推荐我当常委呢 你只有一条 你是毛泽东的老婆 你可以在毛泽东面前替我讲话 毛泽东大笔一挥 我就是常委 你也可以讲我坏话 不 那我当常委之后 我要拿什么回报你 不能以身相许嘛 对不对 我当然就要推荐你当常委了 等下交换呢 知道毛泽东的妙容了吧 我这个不适合当政治的人物 这个这点没想到 所以你看这些人的回忆录啊 你会突然豁然开朗 原来如此 这个真的是太难琢磨了 我觉得这个都不是普通人 能干的事啊 张先生 所以高处不胜寒 懂这句话了吧 半君如半虎 黄永胜觉得我不当常委 我也不能让你当常委 这是一个夺军权的问题 以后我们这帮大将 刺擦风云大半辈子 在你这个婆娘手下 任你指使 不行 命是不去 这不是他们对中共有多忠诚 也不是他们对他所负责的事情有多忠诚 这是一个文化 对没错 这是一个中国人传统的文化 思想上的东西 所以江青碰了钉子之后呢 那就到处找人 后来就实在不幸找林彪 林副主席 请你推荐我当常委 黄永胜都不做的事情 林彪怎么可能做 对不对 对啊 但是这是不是说明江青已经走过五路 毛泽东之前设计的一套非常好的巧妙的机制 被打破了 就在黄永胜身上被打破了 不是 那张先生提问 那毛泽东为什么不能够推荐他为常委呢 举先 这个不必亲嘛 毛泽东也知道江青在党内的这个地位 他在文革开始之前 他是什么 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个文化部宣传部一个副处长嘛 对不对 党内政治地位太低 毛泽东跟江青结婚的时候 在党内就很大的这个不同意见嘛 没什么资历 而且你看很多回忆录毛泽东跟江青结婚那天 就是因为张文天这帮人反对 毛泽东蹦了跳起来了 老子就结婚 就今天结 今天晚上就结 就是你知道他对这些人反对他跟江青结婚 有多么多么的这个不满 有愤怒 所以但是这个你最终跟江青结了婚 那是江青在党内的地位是一直受到约束的 文化大革命让江青出来了 是付出代价非常大 因为你要打倒了很多中共的这个老党员老干部 这个得罪人多 毛泽东是很清楚的 那所以他必须有一个很顺畅的这个流程 不是我啊 是你们大家众望所归让江青当常委 我才让他当常委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康生看得非常清楚 就江青当常委 未到时机 所以后来啊 一旦有人提什么江青是毛 这在党章里面要写什么 林彪是毛泽东接班人 江青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 甚至江青是什么林彪的接班人 等等类似这些 都被康生完全给制止了 说不行 那进不了政治局常委 进政治局呢 毛泽东跟江青都没想到 遇到了巨大的阻力 江青就是得罪太多人了 对 这个三人小组里边 周恩来 康生 这个黄永胜三个人 商量这个政治局名单的时候 康生就提说 江青应该进政治局 然后黄永胜就说 反正讲一堆理由 说江青还是不尽的为好 我们为了毛主席的威望着想 周恩来什么态度 周恩来事后痛骂黄永胜 就骂了两句话 实际上重复的一句话 你真不懂 你真不懂 就是很情绪 非常激动的骂黄永胜 那周恩来为什么不举荐 康生说了 黄永胜反对了 周恩来骂完之后 江青的名字就进了政治局 委员的候选名单 这个名单 这三人小组是建议 最终要到毛泽东那里 到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把江青的名字 刹刹给划掉 欲盖弥彰吗 然后 毛泽东这个人做事 是非常有章法的 加上了一个人的名字 谁 叶群 我推荐你老婆当政治局委员 你不会反对我老婆当吧 毛泽东以为林彪 破于无奈 他会在毛泽东那个 叉叉底下 画个圈 我们当过 记者编辑人都知道 画圈代表 不要的东西要重新回来 勾一个这样尾巴 就表示不要 然后画一个圈 就表示再要 名单到林彪那里 林彪把叶群的名字 叉叉叉掉了 江青的名字他没动 给退回去了 这就是林彪的态度 你别拿我老婆来说事了 我不同意江青进去 你可以想象毛泽东看到这个名单 内心是怎么讲的 火冒三丈 好 然后呢 最终黄永生也屈服了 黄永生 周恩来 康生 这三个人说 说 他们原话是怎么说 就是江青进政治局 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全党都在看 对 但是呢 江青不进政治局 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什么影响 就是意思说不进 进去会很多人反对 当然 不进去 毛泽东反对 就把毛泽东得罪了 对 是毛泽东重要呢 还是 全党全人民重要呢 对 那当时毛泽东重要嘛 那是 所以那最后呢 就是他们建议把江青跟叶群的名单都放进去 叶群想不想当政治委员呢 想 人啊 看到权力的吸引力的时候 是无法摆脱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西方民主制度 其实它的精髓是对权力进行限制 对 因为权力这东西太诱人了 我们很 很多人现在在骂独裁者如何如何 其实有一天当我们成为独裁者的时候 我们比你骂那个独裁者更坏 权力可以让人变成一个魔鬼 是 所以叶群也想进 所以这来来回回呢 最终两个阵营达成妥协 江青也进去 叶群也进去 这个政治局委员的名单就出来了 政治局常委的名单也出来了 这个过程当中有涉及到什么哪个派系啊 哪个山头啊 这些我们就不讲到了 斗争就是结束了吗 刚刚开始吧 就是关于这个政治局名单这里 好 这个时候呢 林彪集团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因为他们这种军人呢 这个线条比较简单 所以他们觉得 你既然你毛泽东定了 那我也没办法 但是我们必须表达我们不满 怎么表达不满呢 九大的政治局委员 也是投票选出来的 但是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是等额投票 11个政治局委员 11个候选人 但是这里边还有个区别啊 你又没得全票 就代表了你在党内的威信 是 好了 九大有多少代表呢 1510个代表 最终选举结果 我们简单说毛泽东拿了1510票 全票 就是毛泽东自己也投了自己的一票 林彪得了多少票呢 1508票 有两个人投了反对票 谁 一个林彪一个叶群 就林彪跟叶群讲好了 我们俩不能投我们的票 然后周恩来少了一票 因为周恩来自己没投自己一票 好 问题来了 江青少了十几票 然后什么 其他的就是江青的这个集团这帮人 都少了很多票 这很正常吧 不正常啊 我毛泽东以这样的威信 你们都敢投江青的反对票 在他那里觉得你不听我的 谁投的呢 就是军队这帮人 军队这帮人为什么会投呢 因为这四大金刚 包括黄永胜 包括邱惠弱这些人 包括李作鹏这些人 无法现他在回路里没提 他们都各自找到自己最好的朋友 说选举了之后 不要投他票 这帮军人想的很简单 我就给点脸色你看 就告诉你我们对你不满 但是这个事情恰恰就引爆了两个集团 最终生死决斗 江青之道座暴跳如零 说跟张顺乔说要查 到底谁投了反对票 很容易查 那当然了 一千多人的票 对不对 很简单 谁到了哪个投票箱 都是有名单的 他有好多投票箱 这个投票箱里面发现了多少 就在这群人里面 其实大家都明白 就是军队这些人搞的 所以呢 就是这个追查投反对票 这个风声很紧 这四个人也很紧张 当中最紧张就吴法宣 吴法宣就说 哎呀搞这些东西干什么 吴法宣是个性格比较软弱的人 李作鹏呢是一个非常暴力的人 就这四个人就发生了争吵 反正最终这个事情就闹到了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说 我不参加你们的反党大合唱 什么叫反党大合唱 因为党内的这个党章规定 投票是无记名的 你如果去查这个话 这个负面影响会更大 这江青要查的吗不是 那就是是不是坐实了 你是毛家的天下 而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天下 因为只要你的利益受到损害 你就可以违背党章 违背法律去做一件一切事情 毛泽东的文革 本来就已经被人购命 有这种家天下的这种走势 你如果再在这里 引起党内不满的话 军队对你的不满可不是个儿戏 我们刚说一个武汉军区司令 都可以闹出这个720事件 林彪手头掌握的军队 跟这个陈寨道比 不能同日而语 那是一个九牛跟一毛的关系 所以毛泽东就把这件事情压下来了 但是好 双方的斗争就开始了 这个斗争第一点就是在于说 比如说以前中国最高的决策机构 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 那既然政治局成立了 那要政治局会议来议政 这过程当中呢 江青也发生了很多很多 这个跟这些政治局成员之间冲突 然后江青还继续要去 拉军队这帮大将 比如说就我刚刚讲的 经常找他们去谈话 其中有一次呢 就找了军队的四个大将 再加上这个李德生 当时是总政治部主任 叫姚文元等等 江青讲这个 在延安毛泽东如何追求我 我跟毛泽东的关系如何好 周恩来如何坏 康生这个人如何有缺点 所以江青就是一个连康生这个毛泽东 在文革当中最支持他的人 是中央文革的军师 其实江青也对他不满 这种老娘天下第一的这种个性 在他当了政治局委员之后 就越加显露出来了 好 这几个军队的人说 你骂别人我不管 你骂周恩来这就不行了 周恩来在军队这些将领当中 有巨大的威望 所以呢 这帮人离开江青住宿 就先到了林彪那里 林彪一听也觉得非常愤怒 说 黄永胜跟吴法宪 你们两个马上到主席那里去报告 然后叶群打电话给毛泽东说 他们两个有重要事情跟你说 毛泽东说来吧 毛泽东听到说他们有重要事情报告 你知道是什么感觉 毛泽东一定知道江青找他们谈话 毛泽东非常非常想知道 这个谈话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效果 这两个人一去 江青好坏 江青无耻 江青谩骂我们总理 黄永胜的他儿子的回忆录里面 以及这个吴法宪的回忆录里面 他说毛泽东面无表情 一点都没有说 他这样做是不对的 他说没有 等这帮人讲完了 毛泽东讲一句话 他说一个政治局委员 跟一群政治局委员 去议论另外一个政治局委员 是可以的 这两个就傻了 我们以为发现了一个今天的秘密 谁知道毛泽东给了这个答复给他们 还是没有看透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 对不对 后来毛泽东还说 他说你们不要告诉别人 你来过我这里 江青知道会整你们的 他整你们你们就不好混了 这是什么 威胁啊 恐吓对不对 对啊 我告诉你 你不要跟江青作对 你跟江青作对 你这是没有好下场的 毛泽东做戏做得非常足 根据吴法宪的回忆 毛泽东还跟张玉凤讲 说你们也不要告诉江青他们来过 你说这些将领离开毛泽东的时候 他是什么一个心情 你只有两个选择 你必须要归顺于毛泽东跟江青 归顺毛泽东他早就归顺了 你要归顺江青 不然的话你们没有好下场 若干时间之后 江青看着他们拍着桌子 指着鼻子骂 你们以为你们到毛泽东那里告我的状 我就不知道吗 你看 毛泽东跟江青把这个戏是不是演足了 对 一方面我们说我不讲 你们也不要讲 你们讲 比如江青知道会很有问题 江青真知道 对 害不害怕 当然 你们害怕的话要不要投降 但这帮人就是不投降 从来没有想过要跟江青妥协 然后江青到全国各地去寻游 九大之后江青指定 必须要四大将当中一个人陪 黄永胜是总参谋长走不开 所以这个差事就落着了吴法县空军司令 还有海军政委李卓鹏身上 所以他们一直跟他跑 这个跑 从很多的证实来说 他们说江青是很害怕这些人谋害他 所以一定要 反正我坐飞机你也在 飞机摔下来你也一块死 其实我觉得这个更是一个 希望利用这种多接触 能让这些人屈服 但是等到这些人被打倒 江青都没有达到这个目的 那我们刚说了九大开完了 九届一中全会 把这个政治局的名单给定了下来了 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因为文革基本上平息下来之后 就要国家正规建设了 就要开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世界人大 中国的政治架构是这样 党归党 国家归国家 只不过这个党国一体 这是在文革当中的一个 一个现实的存在 但是党建立完了 政治局 已经这个架构建立起来了 那是政府的架构要建立 因为国家主席刘涛齐被打倒了 世界人大 那就要解决国家的体制问题了 在九大结束之后 出现了一个十分诡异的事情 毛泽东身边的负责保安的 这个所谓大内总管汪东兴 突然跟林彪集团走到了一起 就是因为写那个政治报告吗 汪东兴跟林彪走在了一起 汪东兴是什么人 他控制了毛泽东的个人的 这个安危这样一个人 对啊 为什么跟林彪走在一起 汪东兴不知道 毛泽东对林彪态度吗 不可能不知道啊 好 那在这些人的回忆录里面 邱惠作跟这个无法显的回忆录里面 汪东兴怎么跟他们走在一起呢 就有个非常奇怪的事情 九大召开之前 突然延期 为什么延期呢 汪东兴病了 这个逻辑关系是不是很奇怪 汪东兴当时只不过是 毛泽东的一个大内总管 对啊 他病了九大 为什么要延期呢 好 那个事实就是 汪东兴住到了301医院 北京的这个中共领导的高干医院 是 那这些这个林彪的四大将啊 包括叶群那些人 就要去看汪东兴啊 看汪东兴过程当中啊 汪东兴好委屈啊 委屈到掉眼泪 就说 我现在病了 身体不好了 他们都没有人来看我 他们是谁 毛泽东跟江青 这个集团 不要我了 这个林彪集团这几个军人啊 这个线条很粗嘛 我们跟你好朋友 就是利用这个契机 汪东兴突然跟这个林彪集团的这些人走到一起 这是阴谋吗 你自己判断 你要从这个逻辑来想 为什么九大因为汪东兴的病要延期 为什么突然这些人就不去看汪东兴了 制造了这样一个氛围 汪东兴被抛弃了 对啊 汪东兴被抛弃之后呢 这帮线条简单的军人 张开了怀抱 对 这个秀卫座回忆录里面讲这个 文革的时候 逮捕他们总后勤部的一个某一个人的时候 是由汪东兴打电话给他的 这个因为里面的关系很复杂 我们就没有时间讲 就是反正呢 他说汪东兴当时的口气是什么 就是说你通知那个谁 我们这个八三四要部队派人 要把那个谁抓走 就跟秀卫说 你不要问 你不应该知道 你就不要知道 你想知道 你也知道不了 什么时候想让你知道 我会让你知道的 邱惠座 老子是中将啊 你是少将 我是总后勤部的部长 你只不过是八三四要部队的 八三四要部队是个军级单位 邱惠座的这个职位是大军区级的 他中间还有个兵团级 他们级别差了很多 这帮人说透了 你是毛泽东身边的一个家奴而已 你凭什么用口气给我讲话 你看到九大的时候 是不是有很大的落差 对 汪东兴跟他们走在一起 好 这个走在一起的越走越密切 大家互相之间有很多话讲 讲什么呢 江青是坏人 汪东兴就一直告诉这帮人 江青跟毛泽东两回事 他们之间早就没有夫妻生活了 就讲这些 那是不是给这帮人形成了一个 我今天跟江青斗到底 毛泽东是不会帮江青的 所以最终这些人被关到监狱里面的时候 才恍然大悟 说我们为什么这么笨 在江青面前一直表现出我们这种抗争 汪东兴给了我们非常大的误导 这种误导到了这个世界人大召开之前 毛泽东在外地 然后呢 就汪东兴就从毛泽东身边回到北京 向中央政治局传达毛泽东对世界人大召开的一些想法 好 以下就要注意听了 好 汪东兴说 毛泽东说 世界人大召开 国家主席 他建议不设 这个邱惠作当时是政治局委员了 他在会场上 周恩兰当时就一愣 一个国家的政体里边 我们知道有很多不同的政体 比如说美国 美国是总统跟总理是同一个人 所谓的国务卿只是外交部长 法国呢 总统跟总理是两个人 但是呢 总统掌握了真正权利 总理只是个办事机构 德国呢 总统是个象征 国家的象征 总理才是政府的具体负责任 但是无论你什么样的政体 是不是有总统有总理 对 在中国叫国家主席总理 你可以是国家主席是个象征 具体负责工作的是总理 其实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 就是周恩来掌握了 整个政府工作的 绝对权利 那如果不设国家主席的话 这个国家叫什么 对啊 这个国家的政体是什么 好 汪东兴后面这句话说 如果一定要设国家主席 只有林彪同志来当 其实当时大家都觉得非常欣慰 连周恩来都觉得非常高兴 因为这是一个 我们经常讲这个基本逻辑嘛 国家要有主席 那好 要有主席怎么办呢 毛泽东表态了我不当 你们如果要设的话 只有林彪同志来当 那汪东兴只是传达了 一个毛泽东的指示 毛泽东没有说 一定不能设国家主席 如果毛泽东的话是这样说的 世界人召开了 我决定了 不设国家主席 话就讲完了 对 那后面还来了一句 我觉得不要设 后面还来了一句 如果你们一定要设 就是如果你们真要设的话 我也不反对 对不对 这个逻辑是这样的 但是呢 我不当 林彪同志来当 党内的人士 一向是毛泽东一言九鼎 那大家没有觉得 这里面有任何不妥的地方 没觉得是个坑 政治局会议散了之后 汪东兴就突然跟这个 邱惠座这帮人说 还早啊 都不要走 到我家再聊 然后这帮人就是 这四大将啊 包括这个叶群啊 又到了汪东兴的家里面 这个 记载的非常详细 他们当时讨论什么呢 就讨论世界人大 国家主席 林彪当主席 因为这帮的人都很希望林彪当主席 对 谈到很晚了 要散了 汪东兴还不让散 他说不是 搞点吃的 这个邱惠座记录非常详细 说 邱惠座说 吃什么 汪东兴说 我给大家煮红薯吃 邱惠座说 我最怕吃红薯 我一吃就反胃酸 汪东兴说 你看我家乡带来的红薯 他是江西人 非常甜 这个看似很普通的 一帮高层政治人物的朋友间的聚会 是不是给这几个人灌输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 毛泽东决定林彪当国家主席 对 叶群回去有没有跟林彪讲 肯定有 肯定有 对不对 对啊 所以 大家就有一个定时思维 世界人大召开 国家主席 由林彪当 好 等到这个 讲到具体 要不要设立国家主席这个问题的时候 林彪说 第一 我觉得国家体制的需要一定要设 林彪讲对不对 对啊 很对对不对 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 但是 我不能当 只有毛主席来当国家主席 才是最合适的 第二 副主席可设可不设 可多设可少设 对不对 无所谓 副主席 国家主席本身就是个象征的话 副主席更是一个象征嘛 第三 我不当副主席 那林彪的意思是不是也很清晰 对 但是在后来的党史当中 就把它理解成 林彪要当国家主席 所以他说他不当副主席 他必须只能当主席 但是这个东西 你就可以从 个人的理解不一样 所以在这个社国家主席 这个事情上 就开始了 反复的这个拉锯 毛泽东最后 写了一个批示 话讲得很重 说 我不当国家主席 你们不要把我放在火上烤 谁敢把毛泽东放在火上烤 他这样说是个典故 就当初三国的时候 孙权写信给曹操 说你应该称帝 曹操看完信的时候 哈哈大笑 因为 三国鼎立的时候 谁称帝 谁就是大家一起打的目标 对 因为你僭越了 毛泽东当主席 有这种功效吗 没有吗 你当主席 全党全国人民 众望所归 对不对 没有人会觉得 你当国家主席 是个野心的表现 所以大家一起来打倒 你没有这回事 所以你看毛泽东 这个时候就把这个事情的 性质给拉高了 谁让我当国家主席 就是在害我 所以这个世界人大筹备委员会 就包括邱惠若 还有周恩来这帮人 就陷入了巨大的困顿 不是国家主席 这个国体看起来不三不四 不伦不类 中国是个大国 是国家主席 你不但不当 谁让你当 就是把你放在火上烤 那我们是不是只剩一条路了 林彪当国家主席 对不对 前提是不设不行 让你当不行 剩最后一条路 这就是个圈套吧 是不是整个过程 就是毛泽东用各种的言论 各种的信息 逼到这些人 要去推 要去做这个事情 好 其实钟林彪一生 也没有参加过世界人大 世界人大根本就没有开 林彪就已经出事了 所以世界人大的召开 国家主席的设立 本身就是一个计划当中的一环 让林彪跟毛泽东公开翻脸 那国家主席这个事情 还不至于翻脸 对呀 因为什么 因为你得到了世界人大的时候 人事安排的时候 你才会涉及到这个问题 但是林彪跟毛泽东的翻脸 提前到来了 这个提前到来 实际是诡异的会议 这个会议讨论什么呢 这个会议讨论 这个世界人大召开的时候 这个政府工作报告 人大召开一定是 总理和政府工作报告 对 本来呢 这个团队里边有 这个吴法宪啊 康生啊 张春桥啊 李作鹏啊 还有这个李德生啊 有一堆这样的人 但是那天 很多人各种理由没有来开会 剩谁呢 圣吴法宪 康生 张春桥 这三个人 这个会啊 开开开开 开到一个某一个阶段的时候 这个吴法宪提了个建议 说 要在这个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写上 毛泽东思想是指导 国务院工作的这个最高原则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原话是不是这样 我忘了 张春桥反对 张春桥说 我们在总纲里面已经提了 毛泽东思想是指导一切的这个准则 所以在这里就不要再提了 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里面呢 他也说 其实张春桥是对的 他当时也没有打算坚持 但是张春桥下面讲这番话就出问题了 张春桥说 他说有些人啊 就是一天到晚把毛泽东思想挂在嘴边 表面上看呢 很这个 忠诚 对 很推崇毛泽东思想 其实呢 就是用这种什么天才论啊 什么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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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等等的这种言论 来这个 丑化毛泽东 这句话为什么问题大呢 谁说毛泽东是天才 林彪 林彪有句话嘛 就毛泽东什么创造性的 天才的什么发展的马列主义 大概是这样 无法现一听就砰一跳起来了 你什么意思 他当时就跳起来指张春桥 你什么意思 你说什么什么天才 什么什么 你是不是指了就林彪 两个人就发生个激烈的争吵 那你看这个争吵是怎么来的 是不是有人故意挑衅 有人故意 因为那个时候 比如说毛泽东语录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你在工作场上说 阶级斗争是不能再讲的 你不是讨论阶级斗争能不能讲 你是在恶毒攻击伟大领寻毛主席 对 这个逻辑是一样的 你把天才论 作为一种负面的阴谋的来描述 你就是在猫头直指林彪 无法现是林彪的核心干将 所以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了争吵 发生了争吵之后 这个林彪集团就是 以叶群为首 急急忙忙就把这个李作鹏 赶快从外地叫了回来 说这个宪法修改委员会 发生了争吵 这个吴胖子 他们叫他吴胖子 说可能没有办法 你独立难当 你赶快回来 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外号 什么吴胖子 李虾子 李虾子是李作鹏 他说虾子你赶快回来 然后就开始 就吵起来了 吵起来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庐山会议了 那庐山会议上呢 林彪有一个长篇讲话 好 毛泽东跟林彪之间的冲突 这是一个谜 什么谜呢 就是林彪这个讲话 事先有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同意 他之前有没有看过 没有 林彪是积极讲话 按照这四大将的回忆录 是林彪告诉他们的 说林彪觉得在这个宪法 起草小组上面的争议 他们林彪这一派 必须要表达一个意见 就是张春桥说 这个林彪的什么天才论 什么是不对的 林彪这方认为 你是在恶毒攻击毛主席 在降低毛主席的威信 他们话是这么说 但是其实就是 这个什么天才论 四个伟大是我林彪发明的 你现在否定 这就是否定我 所以我必须要做一个反击 反击的对象是谁 张春桥 因为张春桥 姚文元是两个马前竹 他们不敢反毛泽东 也不敢反江青 反张春桥 所以呢 林彪就在这个庐山会议上 有个长篇讲话 这个长篇讲话 就是一再强调 毛泽东的伟大 毛泽东的这个天才 毛泽东的什么什么 谁反对这个说法 谁就是反党 我们就全党共导致 林彪这个讲话 其实就是 也是有一个计划 就是要把张春桥给打倒 打倒张春桥 就是要打倒中央文革 说穿了 就是他们军队这帮人 决定要反击 他们赌一个 结果 毛泽东 你选我还是选他们 林彪讲完话之后 然后参加会议的代表 各个小组就开始讨论 这讨论过程当中 就很多人不明就里 谁反对毛主席 谁 很多代表都互相之间就问 林彪说谁 谁反对毛主席 知道情况 就张春桥 好 然后在会议上就开始 大家就愤怒的去 批判这个张春桥 这种言论 你知道这种党内的会议 一旦形成一个群体的 音量的时候 这个人就要倒霉了 对 毛泽东就要决定 要不要把他打倒 所以这帮人就赌一个 所有参加这个会议的代表 都觉得张春桥 反对天才论 反对是个伟大是错的 你毛泽东还能选他吗 好 这里特别要讲 林彪的四大将 有三个人在独山 邱惠座 李作鹏无法见 有人没在 黄永胜没在 因为这帮核心成员 都在庐山上开这个扩大会了 然后北京要留人 就是留了这个黄永胜 当这帮人闹得最热烈的时候 还有什么华北小组有个简报 这个简报是对张春桥攻击的最厉害的 那我想大家在很多史料当中看到了 就张春桥姚文员跑到毛泽东那里哭 什么抱着毛泽东大腿裤把毛泽东裤子都搞湿了 毛泽东 波然大怒 跟这个1959年庐山会议是一样的 波然大怒 说这个林彪集团有什么著名的话叫什么 大有诈拼庐山之事 全会休会 毛泽东开始挨个找人谈话 这是毛泽东党内斗争的一个经常用的一个方法 找人谈话 我想大家过去很熟悉的看过这个 有回忆 毛泽东抓着这个许世友的时候 许世友当时南京军区司令啊 也是各大军区当中最有实力的 说你看我的手心冰凉什么什么什么 许世友这些人开始是站在林彪一边的 在批判张春桥的过程当中 这帮人是非常的这个 因为许世友对张春桥恨之入骨 造反派嘛 毛泽东跟许世友谈完之后 许世友马上就变脸了 马上就站在毛泽东一边 最起码许世友让毛泽东感觉到 我跟林彪真是开打的时候 南京军区会站在我这边 在庐山会议上 毛泽东就一个个摆平这些祝侯 还有一个人必须要解决 黄永胜 黄永胜被从北京叫到了庐山 黄永胜一到庐山 马上就到毛泽东那里谈话 谈到深夜两点 黄永胜到毛泽东谈话的时候 这帮大将这三个人 包括叶群 很紧张 一直在等 黄永胜两三点钟 回到自己的住处 然后这帮人才就问 跟你说什么了 黄永胜没有多讲 黄永胜就说 这个打倒战胜桥是不对的 什么什么说 我们讲一对 那后来黄永胜的儿子的回忆录里面 在父子对话当中 黄永胜就说 毛泽东见到黄永胜 就跟他讲 井冈山啊 党的路线斗争啊 你从前 那黄永胜当时心态是什么呢 黄永胜告诉了儿子说 我是你的兵嘛 有什么话你说嘛 你说黄永胜 今天我让你跟我一起打倒林彪 黄永胜说 你怎么知道我不答应呢 因为讲忠诚度 黄永胜是对林彪有感情 对毛泽东呢 是更有感情 所以 当然现在已经事情过去了 黄永胜这个说法 到底有多少是真的 我们不知道 黄永胜的意思就是说 你让我跟你一起打倒林彪 你为什么不说呢 你为什么要我来讲这句话呢 这就是毛泽东的权述 我跟你讲半天 你理解了 你对我忠诚 你说我跟你站在一起打倒林彪 好孩子 要从你的口里说出 但是问题是 将来出问题之后 我没让你打倒林彪啊 是你跟我说的 这里边呢 就是林彪事件倒台之后 有一个人也被打倒 刘峰 还记得这个名字吗 720事件的武汉空军的司令 后来当了武汉军区的司令 林彪被打倒之后 这个人也被抓起来了 他后来他见到邱会座的时候 他跟邱会座有段回忆 他说 在林彪事件之前 毛泽东不是南巡吗 南巡过程当中 毛泽东就跟这些地方诸侯 在某地方将领见面 讲什么呢 反正翻来覆去讲 林彪是错的 那这个刘峰当时就是 也是军人呢 线条比这个 黄永生更加简单 就说 毛主席 我觉得林副主席应该检讨 我们可以给他建议 毛泽东一听 容颜大悦 说的好 下次在北京开会 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由你来站出来 让林彪检讨 刘峰说 他当时脑子嗡的一下 知道自己充实完蛋了 他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说 原来你跟林副主席之间 有这么大的误会 我觉得林副主席应该检讨一下 因为在庐山会议上 你们毕竟给毛泽东造成了麻烦 毕竟给党内的思想造成了混乱 他想的很简单 林彪检讨一下 你们不还是亲密的战友吗 他没想到毛泽东说 好 下次在北京开会 你站出来说 建议林彪同志检讨 自己装进去了 对啊 你不做 毛泽东会 要你死 你做了 林彪能放过你吗 对 这就是毛泽东的全数 他不说 怎么咱们一起打倒林彪吧 他不说 让你说 对 你说 以后有了事情说 你建议的 你说的 高处不胜寒吧 真的是 好 这个 庐山会议就结束了 但是呢 庐山会议结束之后 毛泽东说 山上的事情 不带到山下 到此为止 因为在山上 这个吴法县跟 这个叶群 已经写了检讨 在这个当中 谁被打倒了 陈伯达被打倒 陈伯达为什么被打倒呢 陈伯达做了一些很简单的事情 就是叶群就找陈伯达说 老夫子 因为他读书人 说这个共产主义理论当中 有没有这个天才论 我说有啊 马克思讲过 列宁讲过都有 你说你把他们讲的这个语录 给我摘下来 林彪叶群是想利用 就是说 谁说没有天才论的 你张春桥不说没有天才论吗 马列主义的老祖宗说有 你不敢说没有了吧 谁知道毛泽东根本不跟你论有没有 对 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打倒中央文革 你们的目的就是要篡党夺权 讲完了 所以当时这个陈伯达就被监管起来了 无望之灾 感觉是 陈伯达确实在后期跟这个林彪他们走得很近 我刚刚说了 起草这个九大报告的时候 陈伯达就应该搞建设了 不应搞文革了吗 陈伯达在这个起草九大报告的时候 毛泽东在场 他有一次说 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报告里面还是要写建设 不能只写运动 有些运动就是文化大革命 他说正如伯恩斯坦说的 一切只有运动 其他都没有 毛泽东一听 暴跳如雷 就在这个政治局会上痛骂陈伯达 所以那个时候陈伯达就已经在毛泽东的名单里面 打倒名单里头 对 所以在卢山会议上因为陈伯达搞了一个所谓的天才雨露的灾路 当场宣布被隔离审查 但是这个隔离审查 似乎毛泽东给林彪这帮人发出了一个信号 他坏 他拿什么所谓天才雨露来蒙骗了你们 所以林彪这帮人检讨都是有一个原则 就是我们上了陈伯达的当 邱会做的检讨里面呢还特别提到了陈伯达是大骗子 我上了他的当 然后我拿他的语录去骗别人 我成了小骗子 毛泽东说 词语甚加 甚何武艺 你要承认你是小骗子啊 你要承认你参加了反党集团啊 好 庐山会议结束之后呢 这整个过程就是 毛泽东要四大将 加这个叶群检讨 庐山觉得我检讨个什么呀 我没在庐山啊 我在北京啊 是你事后把我叫上去 拉我跟一起打林彪 我在等你 给我下命令 就 庐山觉得 你是军委主席吗 我是总参谋长 你给我下命令就好了 所以 接下来这个过程就是 昨恩来居中调停 反反复复的 要检讨 过不了关 再检讨 还不能过关 反反复复 但是有一个人 非常迅速的过关 这个人叫汪东兴 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 是跟着这帮人 一起来攻击张春桥的 毛泽东 雷霆震怒之后 汪东兴说了回去 说了回去之后呢 写检讨 汪东兴写了个几百字 检讨 汪东兴说 写的不错 没事了 好 剩下就针对这几个人 那你看到汪东兴的检讨 这么容易过关 当初汪东兴 我们刚讲的 在301住院的时候 那一段 是不是从九大召开之前 到庐山会议这一段 汪东兴起到了一个 最关键的作用 演了一场戏 他向林彪集团灌输了一个信息 毛泽东跟江青两回事 对 他跟江青已经闹翻了 毛泽东认为林彪应该当国家主席 这一堆东西导致了林彪以及他的四大将 接下来所做的一切 对 而他所做的一切就成为他最后反党的一个铁证 汪东兴轻轻松松就过了关 汪东兴就是一个棋子 所以我们看这个913事件 看林彪跟毛泽东 为什么翻炼 甚至看文革过程当中 很多奇怪事情 汪东兴这个人是绝对我们值得去关注一下 值得去思考一下 他这个扮演的角色 到底是为什么 他其实是如果是我们说他是一个棋子 或者是说他被利用来达成最后对于林彪的林彪集团 他们这些人的一些指认的话 他应该是知道的 我们再回头看913 当天晚上是不是一切都是汪东兴在指挥的 如果汪东兴是林彪集团的议员 他曾经跟林彪搞在一起 毛泽东会让他指挥这件事情吗 当然不会 原来他就是一个卧底 无间道 四个字 高处不胜寒 五个字 五个字 但是我真是觉得 就是张先生你讲完之后 我觉得 不处在当中 我不知道 但是现在看听起来完全不能够理解 而且没有办法去想到 我们现在从之后再反过来看这件事情 你应该去想到 或者应该去体会 那个环境下你做出的决定 我们要了解个真相是什么 对不对 我们今天为什么讲这些回忆录 有个别的听众人员说他们的回忆录可信吗 我没有说他完全可信 但是他们四个人自从在监狱里边被关起来之后 你可以看到他们四个人之间是几乎没有联络 我所看到的大概是李作鹏跟邱贵作在出狱之后 两个人互相探访过一两次 他们的回忆录里边有提到 但是他们不同角度的回忆录 最起码有一些事情的轮廓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毛泽东为什么跟林彪翻脸 毛泽东什么时候决定跟林彪翻脸 毛泽东跟林彪翻脸的过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们把这个了解之后 那我们就再来思考下一个问题 林彪是叛逃 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被搞掉了 这个答案每个人都有不同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我们不是给大家答案 我说了 我只靠大家说这些回忆录里面我们看到了什么 那今天我们讲的题目是 林彪为什么跟毛泽东翻脸 这个最后的我们这个一段 那我们就看在九大到世界人大召开之前 林彪的矛盾激化的过程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中间要有这么多戏剧性的东西存在 其实黄永胜他没有写回忆录 他如果有回忆录的话 更加具体 就是黄永胜从北京被叫到庐山之后 毛泽东给他跟他谈话 对 所以后来我们就知道 这个庐山会议下来之后 检讨不过关再检讨 我们在节目里面提过 最后一次毛泽东召集这四个人 去他的这个住的地方 然后拿起邱惠座那篇说 你的字写的不错 我死了之后你可以当主席 把邱惠座给吓得 马上站起来 万寿无疆 对 猪毛泽东万寿无疆 这个反应可以 邱惠座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以后我们在讲完这些话题之后 我们这四个人的回忆录里面 一些精彩的细节 我们还会继讲 邱惠座这个人 实际上是对共产党的 这个政治文化 是有深刻理解的 因为他自己差点就死在这个文化之下 我说的不是文革 是他早期在江西的时候 他就差点被枪毙 这个故事以后我们再讲 所以到最后 毛泽东就南巡 南巡讲话在贵宏当中 你会觉得很奇怪 毛泽东的南巡讲话 应该是非常的绝密的 但是他在广州 讲到林彪问题 居然是在广州军区的 师椅上干部大会上讲的 这还有保密可言吗 那他是故意的 对啊 这就是其实他故意的 让这个风声露出来 告诉林彪 我准备动你了 你要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你就看着办 那后来才有了所谓 灵力裹着什么 要谋害毛泽东啊 这些等等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是不是毛泽东 故意在逼林彪 做动作 身边的人要做动作 林彪的儿子 就真是做了动作 林彪的儿子 有没有谋害毛泽东呢 最起码我看到的 一个回忆录里边 驻扎上海的空四军 空军第四军的这个军长 他自己有回忆录说 本来林彪果让他在这个上海 送毛泽东的时候 在站台上就枪杀毛泽东 我对这个所谓的传说 我是有点怀疑 因为作为一个军议级的高级军官 高级干部 你是不可能随身带枪 接近毛泽东的 所以这个林彪果到底采取了 什么样的方法 有没有谋害毛泽东 包括什么火箭筒打火车啊 什么在上海某一个桥底下 埋炸药啊 这些到底是真是假 不知道 但是林彪果肯定在这过程当中 感受到了他和他父亲巨大的威胁 是的 因为他们这种红二代 在这个他们的从小长大过程当中 他们是 这党内的残酷斗争 是伴随他们一起长大的 对 所以他们也知道 如果一旦这把刀落到他们头上 他们几乎会是个什么下场 所以反抗是很自然的 对 只不过像林彪这种人 他有丰富的这个经验 他知道反抗是不是个容易的事情 所以林彪在 总管说采取一个消极的一个做法 林彪到最后打死都不检讨 为什么 林彪就跟这个 这几个大将讲过 他说毛泽东打倒人的方法就是这样 先让你检讨 就是你说的 不是我说的 你有错对不对 你先认了错 打不打倒你 是我的决定 就是我们之前讲过 周润来跟这个邱克作讲检讨的时候 就是不要怕抠底 要把自己脑底全部端出来 你先把脑底都端出来了 打不打倒 是我来决定 什么叫老底 你最好检讨里面说 林彪跟我说了 要反党 要夺权 你要顺着我的想法去说 你才有机会被放过 但是你有机会被彻底打倒 甚至 生命都不保 所以林彪说 我不检讨 要检讨 你们检讨 这林彪当面跟这些人说的 我不检讨 要检讨你们检讨 我没错 我说你毛泽东天才的创造性的 发展的马列主义 这当然是错吗 我说国家应该设主席 这是我的错吗 我都没有错 那最终毛泽东在南巡过程当中 就跟各省的这个 负责人 各军区的负责人谈话 就慢慢营造一个党内的气氛 林彪是坏蛋 林彪反党 那我们跳出这个 林彪事件我们问题 一个党员能够反党吗 可不可以反党 可以吧 为什么不可以 对啊 为什么不可以 当这个党发生错误的时候 作为一个党员 为什么不能反党 对啊 对不对 你看现在美国民主党的国会 参议员慢轻 对不对 对 你拜登要通过什么 我觉得你这个会增加通货膨胀 我反党 对 我投反对票 对 因为党是会犯错误的 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么长时间 没有犯过错误吗 文革不就是个错误吗 对啊 多了 林彪反党为什么 是个负面的词 因为在中国共产党里面不允许啊 那你要问一个问题吗 当党出现 错误的领导人 出现了错误的路线的时候 党员能不能反党 中国党建立以来 有很多错误的路线啊 当然 对不对 王明是不是 他是把这个极左路线带到党内吗 那 四分帮是不是 文革是不是一个错误的 当然 就在党的那段事情发生错误 如果在这个党发生错误的过程当中 反党 是不是应该报一掌声 当然 林彪是不是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扮演了这个角色 那为什么林彪反党集团是个负面的 一个词 并且是作为 把这几个人关进监狱里面的一个罪证呢 所以我们看这些东西啊 我还是觉得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观点 但是我们要 最起码我们要思考一下 如果这些人反对文化大革命 他有没有错 没有错 最起码我认为没有错 但是你要知道 这是现在看 当时肯定是有错 对不对 呃 我们不能事后诸葛亮 对 文革过去了 你说文革是错误的 但是你在文革的时候 你参加了这个所谓的三种人 去打杂价你是造反败 就是这样 你可以说你被蒙蔽了 但是你不能今天站在一个上帝的角度说 你们都是错的 对 林彪当时这些人 他们反对的就是中央文革搞乱军队 反对的就是在全国 把这个整个 社会体系政治体系全部搞乱了 然后中国的经济陷入了 所谓的一穷二白 那如果他们当时反对文革大革命是对的话 你可以用其他的罪名去判林彪这些 这个他们的所谓的反党集团这些人 但是他们反对文革不是他们有罪的地方 恰恰是他们应该我们给予从历史的角度 给予掌声的地方 对 这个我们搞清楚啊 我们讲历史啊 对 我们往这边啊 讲历史 就是我们看这些人的回忆录 他们在当时文革过程当中 他们的所作所为 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予掌声 当然 如果他们当时不是给 跟江青这帮人有这么激烈斗争的话 可能文革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今天我们看 九一三大家都觉得是个谜 但是这个谜的背后 更值得我们看的 不是说当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我们可能有些人说你胡说 有些人说你讲的对 我们要的不是这个 对 我们是从这个事情作为一个原点 我们往历史上去看 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必须我们去探讨的 这段历史告诉了我们 作为后辈 作为我们的后辈 如果了解这段历史的话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现实的社会 看待现实的政治 就是这样 我想这才是我们谈九一三的 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要思考这发生事件 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过去的习惯的角度 我们固定的认知 有没有值得我们去探讨的东西 当然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九一三 基本上我们就讲完了 但是这几个人的回忆录 我们还没讲完 以后我们有机会在 讲回忆录当中的另外的一些 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些细节 是的 谢谢张先生 今天非常辛苦 然后跟大家讲的这个也是 会声会色 我觉得有很多的东西 像刚才张先生说到了 我们其实从中应该是从回看的时候 我们能发现一些事情 但是很多的时候 我们会迷失在当下的情况当中 所以历史就是告诉我们 当你处在当下的情况当中 如何去跳脱去思考这件事情 历史是因为镜子 看历史不能看热闹 看历史要思考 这才是你看历史的 我觉得最终的目的 历史最终是要给予我们 现实的一个指导意义 我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也希望我们的节目 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思考 帮助您去了解 因为像我对这段历史 因为本身在学习的时候 就是一笔带过 所以中间很多的细节都不知道 但是现在听完之后 真的我个人的第一感受 就是难以理解 但是像刚才张先生说 你处在当下的时候 你可能只能这么思考 所以也是给我上了 很好的历史课 也希望我们的节目 能够给大家补息一些历史 谢谢张先生 今天辛苦 谢谢 是的 也谢谢我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的红墙秘史 会在每个周三的下午 每期时间六点半和您见面 也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